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挺好的 你看 两张床这还有桌子可以吃饭 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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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啊 这屋子长时间没人住 就脏点乱点差点 但东西都是全的 住归住 用坏任何一件 找价赔 没问题 行 保民哥 现在房子也落实了 那我就去上班了 好 上什么班啊 在家待着吧 陪老乡聊聊天 顺便帮带把屋子收拾 不好吧 有什么不好的 我说行就行 待着吧 谢谢啊 小艾 你这老板啊性子急 人还不错 是 他对我挺关照的 对了 咱们收拾屋子吧 别别别 小艾 你好不容易休息一天 我来吧 不用 咱们一块 一块一块 那应该怎么收拾收拾呢 小艾 不好意思啊 那你就等了 没关系 分配的事怎么样了 正分着呢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以我的成绩 一定会分个理想的工作 太好了 风雨过后 一定是彩虹 给 送我的 我写了一篇文章 登上报纸的 发了点稿费 但是很少 我也想 只能买这个了 喜欢吗 喜欢 好看吗 好看 剑群 我给你们刷了点热水 来 我洗完了 你给宝明吧 宝明哥来 温水温水 我给你冲冲 小艾 还麻烦你了 耳朵 耳朵 脖子后头 耳朵 你 谁呀 干吗呀 在我家这是 他们是我老乡 这个房子他们租了 你你你你 等等等等 停下来 你你先让他把衣服穿上 穿上 谁同意把房租给他们的 洗脚灰呀 他同意的怎么了 ,他同意的 你们就可以大白天的 大男人逛个膀子 亲亲我我 你,你是他什么人啊 你居然给他洗头 你怎么说的话 我们做错什么了 你 从小老师没教你们啊 男女有别知道吗 我说谭小艾 你平时就用这么随便的 什么随便啊 你们这就叫随便 怪不得草历长把你给甩 没羞没臊 小艾 她谁呀 她是徐晓鸥的姐姐 徐晓媛 你就是那个陈氏美心找的女朋友啊 你 你 我告诉你谭小艾 徐晓辉同意把房租给他们 我也是房主 我可没同意 下次再有今天这样的事情发生 给我卷盘盖走人 你抢了别人拿帽 你还嚣张呢 建群 来 我回了 这儿 洗好了 行了,等谁车身 别说了,惹她干啥呀 走 你说到这儿去 对 蜜张怎么没跟你一块儿回来吃饭呀 她最近忙着呢 不快毕业分配了吗 给小慧打个电话 叫她回来吃饺子 妈 不提小慧还好 一提小慧我就生气 她把那谭小艾 弄到她自己服装摊上去了 弄服装摊上去了 不仅把她弄服装摊上去了 她还让谭小艾住在咱家 谭小艾还弄了俩老乡也住在咱家 这我就住呗 这不是小艾有招落了吗 可是妈,咱家又不是难民营 您是没去看 弄得乌烟瘴气的现在呢 行了行了 这小艾不到学校去找立章的麻烦 立章能够顺利地分配 咱们就烧高香了 行了,别找事了 我要不是怕她去学校找立章的麻烦 该不对她客气呢 爸,回来了 你怎么了今天 有点累了 爸,您是不是不舒服呀 你们先包吧,我先不吃了 爸,别呀 我和妈专程包的饺子呢 怎么了 怎么了这是 说立章这孩子怎么回事他是 立章怎么了 学院今天开会了 专门提到她跟小艾之间的事情 然后呢 车销了对她推荐 把她分配到去工商局工作了 不是 为什么呀 小艾是满的啊 来来来 花生米来了 来吧,咱先整一杯 欢迎你们两个到北京来啊 还要感谢徐晓辉 给你们俩找了一个落脚的地儿 打住 我说过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以后不许说气 来吧,整一杯 来干杯 太小艾 小艾 你坐,我给你拿双筷子 谁有功夫在这儿坐 够能装啊你啊 太小艾 看不出来啊 我装什么了 姐 原一回来就跟吃了枪药似的啊 行 彻底被她这副老实嘴脸蒙蔽了是吗 不错啊你太小艾 够滋润啊你们在这儿 又是酒又是菜的 真把这儿当自个家了 知道曹立章她被你害成什么样了吗你 她怎么了 她怎么了你不知道啊 她怎么了你问我啊 你瞧她呀你 她真的怎么了 我告诉你太小艾 曹立章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跟你没办法 到底怎么了 你 你没事吧 你放开我 你别在这儿包不好的炸子被我 告诉你 徐晓辉 到底怎么了你好好说嘛 行 行 你放开我 不要你 我告诉你陈小艾啊 你们吃是吧 喝是吧 我让你们 我让你们喝 干什么 你干嘛呀你姐 这 张立章 张立章 你到底要干啥呀你 到底出什么事了 咱能不能别这样啊 出什么事了 你问她呀 你看她有没有脸回答你 我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还问我呀 早立章的工作 撤得被她搅黄了 我什么也没做呀 坐 装 继续给我装 她装什么了呀 她这几天一直跟我在广州呢 就刚回来 她就算有天大的本事 也不可能在广州 把曹李章的工作搅黄吧 你是说不是她是吧 怪她还能有谁呀 不是我 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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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关小艾的事 是我跟建群去的学校 对不起 报名科 我不是跟你们说过这种人 已经是过去的 别演了 别演什么演 喂 你听见了吧 你听见了吧 他们就是一伙的 都是串通好的 我告诉你 你马上给我滚 你们两个跟我一起滚 早立章有什么事 我跟你们没完 快点 那是我 那是老的 让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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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躲 小辉 回 你放够了没有啊 小艾等了曹李翔亲年 押老乡替他讨个公道怎么了 小辉 你闭嘴 曹理章能干出陈世伟的事 就应该能想到会有今天 徐小慧 你到底跟谁一般的你 咱俩再是一家人 咱也得讲道理是不是 姐 咱能不能别一碰到曹理章的事 就跟疯了一样 小元 你先别生气 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也没想到 曹理章这个人我了解 遇到这么大的事情 他还不定怎么想呢 现在他最需要别人劝他了 你又不在他的身边 他可别做出什么事来你说呢 徐小辉 大晚上你姐一个人行吗 要不然咱们跟在后面 别出什么事了 你们就别 在这儿再跟着添乱了 我自己去吧 小艾 对不起 给你惹那么大麻烦 我跟建群 曹理章啊 那就是个陈世美 那不受点惩罚 那老天都不容 再说了 我跟保明去学校 也是为你 行了 保明哥 建群 我不怪你们 我知道你们都是为我好 行了 我们就但愿他们 别出什么事吧 没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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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 同学你好 你看见曹理章了吗 你看见曹理章了吗 没有啊 今天他去校办以后 就没回来过 嗯 姐啊 回去吧 还大活人出不了什么事 我不回去 王明哥 你们先忙着 我去徐晓辉他父母那儿 问问有没有消息 去干吗 那曹理章能出什么事 那出事也是活该 你现在去呀 那就是往枪口上送 自己找棋手 我不放心 建群说得对 再等等吧 你这时候去啊 会闹得他们不愉快 再说了 也没什么用 我还要去吗 哎呀 不许去 再等等吧 啊 不许去 好吧 语儿 小语儿给妈开门呢 啊 语儿 想吃点什么 妈给你坐去 别老关在屋里了啊 妈我什么都不想吃呢 哎呀 爸爸不是到学校去了吗 有什么情况 他肯定会回来 告诉咱们了 不能不吃饭呢 好吗 哎呀 哎 怎么样的情况 我又问了一下 没有改变的可能吗 哎呀 我出去找他去 哎 小语儿 真的没可能了 啊 哎呀 是有这么个人要来报到 可是到现在他没有过来啊 那您能不能告诉我 他报到有没有截止日期啊 从来没碰到过这种情况 一般情况下 别人分配完 过几天就来报到 最多一个礼拜吧 哎 怎么了 没什么 谢谢您了啊 不客气 这有点可能 对 我来说 我们先来襲了 不客气 行 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艾 喝口水吧 保密哥 我总觉得曹立章会出什么事 要不然许晓辉找他到现在还没回来 我看咱们还是去找找吧 小艾 对不起啊 给一桶那么大的娄子 现在说这话干吗 你看呢 好吧 听你的 立章 给小艾找找去 走吧 真要去啊 去去去去 把东西收收拾 回来了 有哥说去你们家呢 怎么样啊 曹立章 别提了 人呢 这个凉 喝一口啊 根本找不着人 这王八蛋这几天把我们家折腾了 几肥狗跳的 我姐现在还在工商局门口呆着呢 工商局 嗯 她不分到工商局了吗 她不是没工作吗 傻呀你啊 大学生毕业都有工作 她就是因为没去成想去的地儿 闹脾气呗 那她想去哪儿啊 报社 杂志社 电视台之类的 哎 那没准她就去这些地方了 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 我们还是去找找她吧 嗯 去哪儿找啊 嗯 怎么找啊 哎 我买一个北京地图 我就把那个杂志社呀 什么报社呀 我就一家一家的找 你知道北京城有多大吗 啊 有多少家这种地儿吗 哎呀 这儿还有一家 离这儿不远 也就一公里多 要不然去看看 走吧 吃口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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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她 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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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冯明哥 你们快回去 叫徐勇员过来 好 好 好 曹理征 曹理征 回去吧 站住 站住 干什么 站住 让你笑话我 谭小艾 我这个陈师妹 已经受到你的惩罚了 你还想怎么样 我又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 是 你是不是故意的 你是有意的 你口口声声说 不会再麻烦我 回过头 你就让他们 到学校去告了我的状 谭小艾 你这辈子不去干演员 实在是太可惜了 看见了吗 那个地方 我这一辈子都不用想进去的 李正 你进不进那个地方 和你去工商局 有什么区别呀 去了工商局不是照样可以留北京吗 留北京就行了 你 你怎么这么浅薄呀 我的理想都被你毁了 我想写作 我想当作家 我想当编辑 你被我的理想都毁了 我这一辈子都完了 你毁了我整个人生 你知道吗 你怎么就完了 你怎么就完了 什么叫把你给毁了 我真的不明白 那个作家跟去工商局 写个稿子有什么区别 毕竟你还有个工作吧 工商局的工作 有什么不好啊 你就那么不愿意去 你住嘴 我读了这么多年的书 难道 就是为了给领导 去写假话稿 那你读了这么多年的书 也不是让你喝多了酒 我在这儿当个流浪汉吧 你滚 滚 永宗爷 滚宗爷 滚 李正 你的心情我理解 你怎么从杀平霸道的北京 我比谁都清楚 你熬了多少夜 受了多少苦 我比谁都清楚 你读书是为了啥 我比谁眼清楚 可是 我真的不明白 去工商局怎么了 只要留在北京就好啊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都成什么了 你不为你自己想 你也得为你爸你妈想吧 曹州曹婶多不荣耀 她多盼着你好啊 看到你这个样子 他们还不得伤心死啊 一天 再说了 要我说呀 不管是去哪儿工作 你都是咱们杀平霸 第一个大学生 第一个研究生 你干什么工作 都是咱们早的骄傲 你说完了吗 走 你给我走 走 义章 回去吧 那么多人等着你呢 走 徐晓辉 我跟保明哥还有剑群 我们都商量好了 一会儿回去把东西一收拾 明天我们就找个别的地方 租房子住了 我这姐呀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她 你不用说她 你们俩为了我们的事情 都吵成那样了 我们心里也不好受 你们就这么搬出去 显得我多不仗义 你挺仗义的 你看你让我在你摊上干活 我还挣钱 那是因为我那缺人手 对了 那个 从明天开始我在你那干活 我就不要钱了 为什么呀 你救了我呀 我救了你就不要钱了 你这逻辑 你这不是把自己卖给我了吗 我们会凑钱还给你的 行了你啊 凑钱还 你们仨绑一块儿 胡年马月还不起 我跟你说 把自己卖给我挺好的 钱可以还的 人不能买 干嘛呢 傻站着 走了走了走了 走 请你们仨要喝气员的 你说话呀 可元 对不起 咱们俩的事 就算了吧 这是对你好 算了 我到处找你 我天天饭也不吃 我班也不上 天天在工商局门口等你 你现在跟我说算了 我去不了杂志社工作 我的理想报复就实现不了 去工商所工作 这算咋回事吗 我配不上你 配不上你 工商所怎么了 工商所你也照样可以留在北京 你也照样可以有北京户口 有多少人求都求不来 你不知道吗 你看着我 你看着我 李章 不一定在工商所 就比你在报社五文落幕要差 你看看我吧 他倒好大学教授 那又怎样 钱挣得没有我弟多 还整天早出晚归的 不就有个空名声吗 我爸妈那么看好你 爸爸为你工作的事费多大金 你不知道吗 你呢 你这么自暴自弃的对得起我吗 你对得起我爸妈吗 对不起我对不起你全家 对不起 我 李章 我把一辈子的幸福都压在你身上了 你不可以辜负我 你不可以辜负我 在工商局也照样可以出人头地 你知道吗 你不可以辜负我 你不可以辜负我 你真的不嫌弃我吗 不 我怎么会嫌弃你呢 你是我的希望啊 你是我将来的依靠啊 秀赛 小玉 好了 回去 我明天陪你去工商所报道 嗯 臭死了 看你这一世 多少天没洗 像个叫花子一样 走 回去 包帮我拿着 这边瞧 这边看了啊 广州的新款 走过路过 不要错过 这边瞧 这边看了啊 徐老板 这两天你干嘛去了 谈小爱呢 是不是跟你一块啊 你们天天玩失踪 我可是准时上班的 看好你的摊 管那么多干嘛呀 你以为我愿意管啊 她都跨过好几天了 这摊竟止我一个人看着 想累死我呀 我跟你讲 这回必须要开了她 我来晚了 你怎么现在才来呀 你看看都几点了 这两次假事 我这两天有点事 小爱 过来 你找到住的地儿了吗 租房子的钱够不够啊 够够够 保明刚那边还有点积蓄 谈小爱 你这儿有任何需求 只管跟我开口 千万别跟我客人 干嘛 这几天生意不错 我一个人应付得挺好的 不错 衣服 衣服 看看衣服吧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 干 过来 以后 图上收钱的事就交给你了 那我可不行 怎么不行啊 我说行就行 叔叔 看什么看呀 就这么定了啊 那个 我姐那天给你说什么 你衣服都能脱啊 没事 一会儿你进去自己挑两件 不用 我说用就用 英子 一会儿你帮她挑两件 不用了 怎么倦呢你 你收钱的活不都是我来干的吗 现在 你打算交给她了 你啊 以后就把摊看好就行了 收钱的事你就别管了 可是收钱的事 你怎么能交给一个外人来干呢 什么外人那人哪 你们俩对我来说都叫外人 明白吗 唐小雷 我让你挑衣服 你扫什么地啊你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 广州的新款 这边瞧这边看喽 徐晓辉 徐晓辉 徐老板 徐老板 英子 小妍姐 你找晓辉啊 我找她有事她在家吗 没回来呢 那行 我去谭晓艾那看看 等等 你说你去谁那儿找徐晓辉 谭晓艾那儿啊 徐晓辉跟谭晓艾在一块儿 我们老板在他那儿搭伙吃饭 这 什么时候的事啊 我怎么不知道啊 有一阵了 姐 你不知道啊 我以为你知道呢 行了 行了 我得赶紧找我们老板去了啊 我走了 等等 我去哪儿 我跟你一块儿去 我去拿个东西啊 你 来 我跟你说啊 我就好小艾做的这口面 太好吃了 我跟你说啊 你到我们这儿搭伙 算是搭队吧 小艾在我村里 是数一数二的能干 不光菜做的好吃 面哪更好 小爱啊 那做裁缝更是一绝 我们村里那些老人 小孩 大媳妇 小姑娘 过年穿的那个衣服 都得小爱做 怎么了 这第一碗献给谁呢 给客人 给客人 等这一口呢我跟你说 好吃吧 太好吃了 多吃点 干啥 我跟你说啊 一碗肯定不够 你还得再接着做 再做点 给她再来一碗 咋了 没怎么样 小爱 多放点辣子 好 小元姐 你现在不能去 你没发现 我们老板和谭小爱 关系不一般吗 你如果现在 猫猫实实冲过去的话 我们老板怎么可能向着你啊 就算我们老板向着你 那里面还有俩男的呢 要是咱们过去的话 吃亏的肯定是我们 我来 我来 也不知道这谭小爱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本事 把三个男人都哄得团团转 你拿人住 不 你拿人住 小元姐 你说 他哪儿来那么大本事啊 小元姐 你要去哪儿呀 建军啊 你刚才吃饭的时候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真傻呀 还是装傻呀 什么真傻装傻的 这徐小辉天天来这儿吃饭 你就看不出来这儿什么苗头 小爱饭做的好吃 徐小辉花钱搭火 有什么不对吗 你死个蛋儿影 秦总 我跟你说 你那点心思呀 再不跟别人说 可就烂到肚子里了 你烂到肚子里也就烂到肚子里吧 这还好 生怕别人不知道他的好 把他往外推 再找个对手来 是吧 不是建军 你说那么半天 你说的什么呀 我听不懂啊 我说谭小爱 小爱怎么了 你要再不行动的话 她就是别人的媳妇 谁 谁的媳妇 徐小辉 别瞎说 不可能的 睡睡睡睡睡吧 爸 妈 我在北京挺好的 你们就别操心啊 我爸不是常说吗 好男儿志在四方 我觉得好女孩也该志在四方 出这趟远门 我算是去了曹立章 可我感觉收获了一个世界 北京不再是歌里唱的 书上写的 他是真真切切的踩在我的脚下 我想在这闯一闯 咱们家是缺了吃还缺了喝啊 整天跟人混一块 你还回来干嘛呀 搬那住不得了吗 我就是跟人搭伙吃个饭 咱家又没人做饭呢 你还有理了 行 马上就有人给你做饭了啊 好 明天下午五点 景山公园门口 已经给你约好了 本来呢还想替你推了的 现在看没这个必要了 你确实得给你娶个媳妇 好好管管了 我不去 你爱去不去 这是爸的同事介绍的 你不去有爸收拾你 好 今晚我嗯 你看不要 一乎 那就做好 你帮我给你帮助拍摇 你帮我帮我帮忙 那些ете 那些你帮我帮你帮我帮你帮你帮助拍摄 你干嘛 急前 那 我干嘛去 我不知道啊 坐稳了啊 徐晓慧你要去哪啊 刚才跟你说的都记住了吧 千万别给我演砸了 值得 这可关系和我下半辈子终身大战 值得 傻子会演呐 来 看着 就这样啊 揪着 走 您好 您是小刘吧 你好 你是 徐晓慧 徐晓慧 对对对 那个实在对不起 这家里有点事我来晚了 没事没事 没关系的 我等了 那咱走走聊聊 嗯 这位是 好 你忘了给你介绍啊 这是我姐 你姐呀 对 打个招呼 鱼 鱼 我姐这儿有点问题 是 你 小刘吧得过一种大病 把脑子就得烧坏了 然后 就成了一傻子 傻子 对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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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那个 有些话我想 咱们 谈之前 先跟您说一说 我和我姐 我和我姐爸从小一起长大 感情特别好 如果将来咱们出对象或者结婚的话 我一定要带着我姐 带着你姐呀 对 而且我希望对方能和我一起来照顾我姐 这样啊 我跟您说啊 其实吧 你姐她不是什么负担 她人也挺好的 就是股她吧 其实没什么问题 真的 那太好了 姐我跟你说 这个主要问题是 我没时间 我这一天也太忙 我真的太忙了 那这样啊 你俩好好玩 我先走了啊 再见 我先走了 不是不是小刘 小刘 其实我姐 我说你能不能 我说不带你来吧 你看看 这有月砸了就 这个跟着都晃了几个了 真 太棒了 真的 真的 找我带你逛公园去 走走走走 不是啊 啊 以前带姑娘逛公园划船吧 都是我划 人家做的 今儿还是头一刀啊 比姑娘划船 你也躺着 考验 你吧 就是那种 典型的 欺负我们柴火妞 你还柴火呢 你还柴火妞呢 我划船划得好吗 挺有劲的 我大夫人 还不受欢迎 你那acer 你还得吃 我厉害 你还得吃 你还得吃 我都 się蛮了 好 牛呀 你还得吃 牛呀 我才没有吃 你还得吃 牛奶 他爹 那你还得吃 让我们挡起双脚 小船飞开过来 好年后一 这一天累的 你说我这脑袋 摩托车都往加油了 害得你得跟我走回来 好了 你回家吧 我走了 我送送你 不用 送送你 我不怕黑 我知道你不怕黑 我是怕你吓死别人 走 请你喝剂粉 真的 谁跑得慢谁付钱啊 行了 我到家了 你回去吧 嗯 没事 回去早点休息啊 嗯 哎 我说 怎么喝这么慢啊 太好喝了 慢点喝 今天我请你喝的啊 感谢你就请我 行 你给我涨工资 我天天请你喝 来 你回去睡觉 明早别迟到了啊 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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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